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Sky1 今天我們要快速開箱一個 就是這一顆 這是我目前能買到最大的一顆電池 這一顆電池有240瓦小時 拿我的手機來舉例好了 它是使用11.55瓦小時的電池 那這個240瓦小時可以整整用20幾次 像我買一個小米的行動電源高配版 那它只有74瓦小時 那比起這個240瓦小時的 就是天跟地的差別耶 這顆電池可以輸出非常大的瓦數 它可以輸出220瓦 像普通的這種行動電源 它只能輸出最大45瓦 像我之前還有買一個大的行動電源 這個最大也只能輸出80瓦 超過80瓦它就會斷電 保護裝置 那這一個可以輸出220瓦 真的非常厲害 那其實我之前已經買過了一顆一模一樣的V掛電池 也是245瓦小時的 這樣加起來就480瓦小時 但是買這麼多這麼大的電池 而且這麼貴 這個要新台幣8000多塊的電池 我要拿來幹嘛 現在我頭頂這一盞300瓦的LED燈 300多瓦的LED燈 目前是用兩顆V掛電池 其實我剛剛給你看了240瓦小時的V掛電池來供電 那這樣子兩顆電池大概可以用1.5個小時 就一個半小時 雖然算有點少 但是還在做實驗 如果這樣子還不錯的話 我可能會再買更多的這種超級大容量的V掛電池 那這麼大的V掛電池其實也有一些的限制 像是不能帶出國 所以只能在台灣使用 第二個缺點就是它的重量要1.335公克 那其實 對於拍影片的人是覺得蠻OK的 因為V掛電池很方便 你只要兩顆這麼輕的電池 你就不用帶發電機 你知道發電機多重嗎 十幾二十三十公斤 第三個缺點就是正常人不能買這顆電池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完這顆電池之後 就沒電之後 你無法充電 如果你要充電的話 你就要買D-Tab的充電器來充電 不然你就要買更貴的V掛電池充電器來充電 不能用USB充電 我們繼續做比較好的 像這樣Canon一顆電池只有14Wh 240Wh 普通身旁的行動電源只有37Wh 240Wh 一顆小小的GoPro電池只有4.4Wh 240Wh 一顆普通的AA電池 2.2Wh 240Wh 一顆非常大的Sony電池 NPF980只有65.1Wh 240Wh 這是DJI穩定器的電池 50.32Wh 240Wh 這是空拍機的電池43.6Wh 240Wh 我有10顆Canon電池 總共有128Wh 240Wh 這電池真的大到不可思議 那當然希望之後拍影片的話 可以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因為你可以帶這種大燈 到非常昏暗的地方 可以拍出更多更特別的東西 那當然 敬請期待囉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240Wh 超級大的V掛電池分享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